难得假期可以清静一日,清理一下积聚了的工作,阅读一下市场主流的评论,然后再思考港股下一阶段的部署。 曾经有人说过,在投资市场要有风要洗进,得势不谣人,类似不者那种审慎。 稳健的投资取向,自然被视为落伍,不思进取,在牛市中,要赢到进并不困难。 最难之处在于能否在熊市来临之前急流涌退,市场专收勒仔,总有人以为赢了一仗小小的战事, 就以为自己已经赢了整场战役,在量化宽松年代临终前,资产泡沫随时一刹即破, 街市股市,流市竟而为之,实理所当然,战意旺盛,贪性不知输者, 自然会此笑持现金者患资产恐惧症,到了潮退之时,历史就会告诉大家, 事实的真相,中港股市之跌,主因非关国策混乱,也非关贸易战, 而是炒过龙,炒得太过贵,内地资金乱炒,市场以为是大水, 忽略了中央去杠杆之政策,自然齐齐中复, 这纯粹是根红顶白,离弃基本分析的结果。